郎平小心!巴西主帅独奶女排,朱婷丽莹莹等四江厉害!中国队夺冠大热! 6月5日消息,今晚世界女排国家联赛江门战比赛,中国女排将迎来首战第一个对手巴西队,巴西队此前八胜一副赞列第二,而中国女排已经对她们取得四连胜,巴西队主帅级马良斯赛前大赞中国队队长朱婷和李莹莹,谦虚地表示要向中国队学习。 巴西队主教练级马良斯 吉马良斯是中国女排主教练郎平的老熟人了,2016年里约奥运会四分之一决赛,巴西队作为东道主和过去两届奥运会冠军大热倒灶,被郎平和弟子们以3比2大逆转机会,朱婷的重炮为中国队拿下了最后一分。 中国队曾经对巴西队保持十八连败,但是在里约奥运会以来保持了对巴西队的四连胜。 巴西队球员也对朱婷充满了崇拜之情。 2017年大冠军杯上,中国女排决赛再次以3比2击败巴西女排夺得冠军。 赛后,巴西女排没有向里约奥运会那般失落和伤心,赛后颁奖仪式上,巴西队的姑娘们主动要求和朱婷合照,对她是凤若实名。 巴西队的姑娘们主动要求,也就是她的黄奥运会很难追求。 巴西队队员成朱婷迷媚。 而巴西队主帅吉马良斯也是朱婷的粉丝,她甚至曾经说过,世界上只有一个朱婷。 吉马良斯 本次比赛之前,巴西主帅吉马良斯再次攻为中国女排,中国队是奥运冠军,又是主场作战,而且是唯一一支不怎么需要满世界周车劳顿调整时差的队伍。 中国队是夺冠热门,他们有朱婷,龚翔宇这样很强的得分点和二床丁霞,左手攻守李盈盈也很优秀。 李盈盈 吉马良斯还要求巴西队在面对中国队时要保持专注度,我们还要解决好篮房关系,要向中国队学习。 狼平和朱婷 不过巴西队本次女排联赛表现相当出色,李约奥运会之后几位功勋老将谢拉、法比亚娜、塔伊萨等逐渐淡出主力阵容,但是坦达拉、纳塔利亚等球员作为核心。 巴西女排攻击,巴西女排攻击火力有所降低,但球队整体配合比较娴熟,攻防转换的节奏较为流畅,依然属于比较快的球队,也是中国队最忌惮的对手之一。 中国队虽然赢回了袁新月,但是新人较多,配合不够成熟,如果朗岛采取继续让所有人轮换上去打的策略,对于阵容稳定性及整体发挥会是较大考验。 巴西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